最近香港有個年輕人叫金文峰寫了一篇文 很震動 這篇文的觀點就是愛國者尊正 首先這個金文峰是什麼人呢? 他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的一副會長 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知道在2003年50萬人示威之後 中共已經開始考慮在香港除了左派的力量要鞏固之外 就要培植一些新的所謂外國力量 不是傳統左派的外國力量 傳統左派的意思就是工會、民建聯、左校 他認為傳統左派已經不適應香港開始變得多元化的社會 所以在2003年之後 他有個政策開始培育一些新一代的年輕人 而這些人未必需要有明顯的左派背景 慢慢培養他們 看他們能夠逐漸上位 我記得就是說 在劉進途被斬之後 那次事件之後 我們香港一幫老一輩的新聞評論員 就組織了一個叫做獨立評論人協會 那麼獨立評論人協會呢 目的就是盡量在保障 香港還有獨立的新聞評論 因為你知道劉進途 《明報》的總編輯劉進途 被人斬這件事呢 是震驚香港新聞界嘛 香港新聞界是面臨一些這麼危險的處境的 所以大家當時來說呢 就是覺得呢 我們一幫老一輩的新聞工作者呢 是有必要走過來一起呢 是成立一個獨立評論人協會 那麼這個協會成立了沒多久之後呢 就出現一個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就好像是對若干那樣 就是說呢 當左派看到有一幫比較老 上年紀的或者叫做壯年的新聞從業員 組織起來 抗衡這個惡勢力的時候呢 他們也都組織一個青年的事事評論員協會 所以呢 就是這個金文鋒先生呢 就是這個會的一個成員 其實這一類的會呢 就是剛才我說過2003年之後呢 中共是刻意去培育的 除了這些會之外呢 還有很多 很多以這個智庫的形式出現 以這個研究所的形式出現 很多的 就是雨後春筍 可以說得 其實呢 都是體現了中共呢 是感覺到傳統左派那種見識 或者那種行為模式 已經不適合香港一個高度 國際化的社會的需要 所以它是刻意培養一些新的愛國力量 那麼這個金文鋒呢 它也都是葉劉那個政黨 新民黨的創黨成員 那葉劉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大家在2003年那次的修23條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呢 葉劉是一個對北京是這個言聽計從的人 對北京的要求 是一一滿足 盡量去滿足 它在2003年之前做這個保安局長的時候呢 據一些在保安局的同事 跟我說呢 當時北京要什麼資料 它都給 其實這件事嚴格來說是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初衷的 一國兩制根據這個基本法的規定呢 香港有自主權 包括出入境啊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香港自己去決定 國防外交就交給中央 那你變成呢 你這個 這個 在兩地之間的官員的資料呢 是沒有必要流通的喔 就是互相 沒有必要上交給中共的喔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底下 我記得許家團在香港的時候呢 中央曾經要許家團 是交出香港一些重要官員的資料 當時來說 當時還沒有回歸的 當時是剛剛 你想想許家團在香港期間 有一段時間都還沒有回歸 但是中共當時就已經要求許家團呢 是交出一些香港政府一些重要部門 或者是敏感部門的人事資料 那麼這件事情呢 許家團呢 是沒有這樣做 他認為沒有必要 因為這樣做會引起香港的 香港人的擔心 好了 回歸之後 我看到葉劉做保安局長的時候呢 據保安局的一些同事跟我說 當年北京要什麼資料 葉劉就給什麼資料 完全沒有一國兩制 兩制之間應該有恰當的分野 應該有恰當的區隔 完全沒有這些觀念 好了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很多年之後 葉劉在接受這個信報月刊的訪問的時候呢 就承認自己有紅色基因 其實葉劉有紅色基因呢 這件事情呢 大家很早都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呢 因為葉劉的爸爸是當年呢 是幫中共的華商報在香港復行的 中共華商報復行的時候呢 那個報社的地址呢 就是借了葉劉爸爸在這個中環一個物業 來做他的華商報的報社 49年呢 中共取了政權之後呢 香港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呢 就是在葉劉父親這個物業上面升起的 所以葉劉說他自己是有紅色基因 那麼他還在同一個訪問裡面呢 他就說呢 在平衡時空 在不同的平衡時空 他可能是一個共產黨員 這個是他親口承認的 沒有人冤枉他的 換言之呢 他說他如果不做保安局長的話 他就是共產黨員了 那分分鐘他以共產黨員的身份進去做保安局長呢 你怎麼知道呢 中共大把這些例子 中共以黨員的隱蔽身份 加入這個國民黨政府裡面 這個是在49年之前是比比街市的例子 所以葉劉父親口承認 他說在平衡時空 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那我從他自己這樣說呢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一個 有可能就是一個 不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 打進去這個政府高層那裡 那他那個智庫 他親民黨成立了一個智庫 也都是要培養一些 就是所謂又紅又尊的年輕人 因為金文鋒就在他的智庫 在親民黨這個新民黨的創會的會員 而且在智庫裡面做事 所以這個金文鋒就會是葉劉 這個有紅色基因的人培養出來的一個 就是充滿紅色思想的一個年輕人 他這篇文章強調愛國者專政 把專政這兩個字搬來香港的社會裡 那自不然會引起大家很大的震動 因為大家知道在共產黨的語詞裡面 專政是什麼意思 專政就是這個暴力鎮壓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鎚 就是大陸的習慣說法 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鎚 我們看回歷史 中共在1949年之後 就對無產階級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全國就要劃分成份 劃分階級成份 然後你所謂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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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財的就說資產階級 那麼呢 結果呢 就是就劃出所謂地庫反懷油 黑五類 地是地主啦 富是富龍啦 富龍也就是富商啦 反就是反動 反動分子就是不距離共產黨統治的人 地庫反壞就是壞分子 壞分子就是一切的犯罪分子 還有右 右就是右派 地庫反壞又是飽受所謂的專政的殘虛 很多人造成死亡 傷殘 長期監禁這些很不堪的事 現在由一個港產的紅衛兵式的人出來提這個專政 你說他究竟是他個人的想法 還是反映了上面有這樣的政策呢? 我覺得凡親共產黨的思維 它都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的 如果這個金民風是受葉劉的影響 產生了 植入了一些紅色思想的時候呢 那麼他的紅色思想呢 就跟中共對香港資本家的看法呢 是有很大的相關連 所以呢 其實金民風這篇文呢 多少是反映了這個中共黨內的一些左傾人士 對香港的看法呢 它裡面這麼說 它說如果特區的政治 就是現在香港特區正在走資本主義 如果特區的政治都在這種資本主義之下 成為資產階級所掌握的政體 那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資本全球化之下 資產階級容易受到外面全球性的資本影響 如果香港的政體是資產階級所掌握 就會出現國家安全隱患 所以他的結論呢就是說 愛國者治港 只要有愛國的資產階級才有這種權力 所以他說愛國者治港其實就是愛國者專政 就是在在港的愛國者之間可以有民主 就是愛國者之間可以有民主 然後要對非愛國者的專政 我們這些人全部會被他挖入非愛國者 要接受他的專政了 他說如果不實行愛國者治港 讓愛國的資產階級加入治港團隊 就很可能出現資產階級掌握政權 卻被外國資本控制的危險 這些這樣的觀點呢 其實全部反映大陸很多那些極左人士的觀點 這些觀點呢 在烏有之鄉或者在毛澤東思想網站 那些地方是大把的 大把的 這個金文峰呢 只不過是將烏有之鄉裡面的一些 對香港的階級分析呢 是拿出來 將它變為 即是它的發明 它的發明就是愛國者 愛國者專政嘛 其實這些這樣的 要由共產黨對香港資本家殺人專政這些文章呢 你去翻血烏有之鄉 有的事的 所以它這種思想呢 不是它獨創 而是它是承襲內地一些極左人士的看法 大家不要覺得這次不過是只有一個講字而已 就是理論上 就是一些理論上的問題 為什麼說不可以忽然呢 因為我記得在2019年8月 這個當時反修例的運動如火如荼 北京將香港一幫資本家召集去深圳開會 要他們其次鮮明集出來 反對所謂黑暴 要支持這個林鄭的政府 根據與議會者回來的益術呢 即是他們不敢不做 大家知道他們開完會之後呢 整幫那些有錢人回來 都在報紙上登廣告 支持政府 支持林鄭 反對這個黑暴 為什麼他們不敢不敢不敢做呢 因為當時來講呢 北京他們傳達一個看法 就是香港之所以出現這個黑暴 就是因為青年人買不到樓 怨氣很大 所以將這種怨氣發洩出來 當時提出一個觀點 很新的這個觀點 我未聽過以前 他說香港這種極端資本主義 就造成這個2019年黑暴的社會基礎 提出極端資本主義 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 我算我見識少了 未聽過西方有這樣的理論 實際上是說什麼呢 他就說 你香港貧富極度不均 由於貧富極度不均 就造成社會矛盾很大 所以 今時今日的黑暴呢 跟你這幫有錢人是有關的 是你這幫有錢人間接造成的 所以 傳達了這個觀點之後 整幫有錢人回到香港去騰騰鎮 騰騰鎮 馬上就大家在報章上登廣告 譴責黑暴 支持林鄭 接著有些人就帶頭捐地 捐地給政府去盡快建一些臨時屋 去安置那些青年人 那即是說呢 中共一貫的想法 社會上的不安寧呢 就全部都是資本家造成的 所以現在呢 就是要通過愛國者專政 就是愛國者自講就是要愛國者專政 那專政的對象是哪些呢 很明顯就是這個資金階級 和其他自由民主派的人士 所以我覺得呢 金文鋒這篇文呢 其實是反映內地極左思潮 是香港的一種反映 究竟這種言行會不會成為這個政策呢 我相信有個過程 大陸很流行就是輿論先行這句說話 就是它有什麼政策推出來之前呢 它先放輿論在報章 在輿論上透露了一些風氣 之後呢 就慢慢慢慢會出現 所以大家看到 愛國者專政這五個字的時候呢 大家要小心了 千萬不要成為它專政的對象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會打到你粉身碎骨 今時今日 大陸的這種極之殘酷的人與人鬥爭的手段呢 似乎現在呢 已經是開始在香港浮現了這種聲音 也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拜拜 那太還是隨時決定